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4日 今天新华社突出报道习近平到陕西考察 却把李克强到协和医院这个事放到一边了 到现在未知官媒也没报道 我估计搞不好可能下午或者晚上才能报道李克强的行踪 李克强明显在党内宣传方面被习家去压制 原本我认为李克强这次到北京协和医院去访问 似乎比习近平到陕西来得更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大家知道北京的协和医院那可不是一般的医院 它全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 是中国最早设有的八年制的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重点医学院校 而且现在中美关系正是一个非常互相之间的对峙 比较严重这么个时期 李克强到这点来也是有选择的 我认为也表明什么还要和美国搞好关系 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今天看到中国政府网站 现在已经把这个消息发布了 而且加上图片文字影像都有 从现场情况来看 和习近平到陕西不一样 你看习近平在陕西 他在前面走下边那些人一个个都像那个孙子辈儿似的 老老实实的 像小学生见老实实的 你看刘鹤站在西平后边背个手 那就像一个林宝的吧 对不对 虽然他们两个在这个大学 在这个中学的时候还是这个一个球队的 一个班级的关系很好 即使好也是 见到习近平一步一去的 一看就是一副农彩像 再加上现场那官员的表现 可以看出习近平在这个党内 尤其在中南海内 人人都怕他 他故意树立一种伟大领袖的形象 和平拉开距离 就做模作样了 但是你反观这个李克强到这个协和医院视察 我仔细看了视频 看了四遍 你看那个现场那些专家 见到李克强是怎么去 就是和李克强对话 都比比画画来 手都满面笑容 手还比画着 一般来讲 如果说你不受拘束 在一个人面前 手舞足蹈 那证明你们俩关系够铁 才这样 对不对 大家都很放松 根据这篇文章介绍 说是座谈会上 他搞了一个 李克强去不外国这么几点 一个是参观了 百年协和病例展 百年协和病例展 一个展览 再就到院区里面走一走 另外就是举办了一个座谈会 说座谈会上张树阳 吴沛欣 秋辉 卫星 朱兰 乌冬 狼锦和 等专家发言 从专家的表现来看 大家都很放松 畅存预言 各书己见 这个才重要 张树阳是院长 是个女性 我查了一下 维基百科上面报道 说是张树阳 他是基林人 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他是主任医师教授 博党 也是协和医院的院长 那么第二把手 不是第二把手 排在第二位的吴沛欣 他是党委书记 你看这个排序 也可以看出来 他把院长放前面 党的书记放后本 放后本 这后本都是专家了 那么你看这个张树阳 个人的简历 那了不得 他这个80年就考入了 北京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学至六年 那么他毕业以后 就一直从事这个专业 那么他有一个重要的经历 就是1995年到99年 四年 他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新欧梁寺 欧尔梁寺 心脏科 导管师 做博士后研究 你想这个 绝对是 学贯中西的 但是绝对是人才 以后就99年 回国了 回国随海归 99年 回来以后呢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时候回国 感召 受到感召 是吧 那时候呼闻时代即将开始 呼闻不2000年吗 对不对 你看回国以后 他就在北京协和医院 新内科任副主任 一次副教授 然后177上来了 是吧 一直到 也就是他的 受到重用 主要是在呼闻这个时代 那么2011年8月 就任协和医院的副院长了 那肯定李克强这些人对他意见非常好 是不是 这个是有倾向性的 你看 是不是 这个 另一个就是这个 吴佩欣 也是差不多少 他是党委的 党委的书记 李克强来 明显给我感觉 就是来什么 来这个 这个恢复恢复 表示对这个 和美国合作的重视 我认为 这是意义很深刻的 不是随便就走一圈的 你看当年 1917年 创办是洛克费的基金会 拿钱搞的 搞起来的 你看这个院长又是 海归 是吧 在美国学习四年的英语 是绝对棒的 那英语肯定比刘鹤强多了 刘鹤打中文贸易战 上那个穷险的 在那个见到川普 还秀句英文 数字都讲 讲错了 是不是 不讲爱好 因为刘鹤他就是访问学者 才几个月时间 你在美国待几个月 你英文的好 你没有个十年八年的 你催什么催 是不是 我接了好多 就是大学本科 在国内学的英文 你一张口 干嘛和人当地的小孩 都没法比 是不是 你通过这次的这个活动 你可以看出这个 李克强的想法 另外这次这个活动 还带着这个 孙孙兰这个陪同 孙孙兰那个在新冠治理 这个支出的表现 我都讲多少遍了 是吧 我们不要以为他是 是共产党的干嘛 什么都否定 你得论事 对吧 试求是 你确实是很勇敢的 当时谁也不知道 这个新冠是个什么东西 吓死人了 习近平下来 第一个大口罩带上去了 也不敢出门 见到老百姓在北京 老百姓以崇敬的目光 仰望着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说 非常时期就不握手吧 这个多放几遍 给人看看 在这样一个领导下 这个国家 为什么搞得及呢 这个程度 是不是 谁都看在眼里 所以这些医生也好 是专家 见到李克强是比较高兴的 所以讲话的时候 都是讲的是知性话 没有什么拘束 你看这个有一张照片 就可以看了 非常明显 连这个生存人都笑了 生存人我是很少看到他笑 虽然他当了大连市委书记 但是每天都浪着个脸 好像是欠的都挤掉钱 这个女的 你看他今天乐着乐着样子 发自内心的 因为什么这些人他都熟悉 是吧 在李克强跟他们谈的 李克强也是 毕竟是这个粉碎四人帮 以后第一去上大学的 那在大学里 还是李宁的学生 说高材生 那坎坎尔 他这个谈骨论矜的 是吧 确实是厉害 那你习近平一张嘴 就是快一地上来 那是一个档次的 是吧 所以这些人你可以看出 这个是从他面部表情 谈话的动作 神态你就是的 李克强似乎在党内 给我的感觉更得了这些 更正确的人心 为什么这个北戴河会开完之后 汪洋一路走枪 这个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习近平给这个中美关系 也是整得最后这个准战争状态的 老头老太太们感到危险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也没油 经济一路下滑 习近平什么都干预 确实这个 李克强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 这一点 在习近平你上梁甲河 去回录去 回炉去 又去犯一些陈子们烂骨子 走红色路线 我到医院去给你来 来得下 让这外界看着看一看 我们很重视和美国的 在医疗方面的合作 这个时候也充分反映了 党内的另一个派系 就是这个 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 不要就搞 闭关锁国 也不要打击民企业家 更不能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东西 为什么李光满突然间被击退了 忽悠是击退了 从此又 这个王虎 你就不敢露面了 估计可得和李克强的反击 这个派系的强烈反击 有很大的关系 你想李克强带等孙春兰 孙春兰现在在党内这些 从南海这里边 可以任何人都得佩服李孙春兰 孙春兰跟他出来 那就证明坚定的请 挺李克强的 是吧 这19届六宗圈后就要到了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信息 我认为 正因为这样 习家军 就黄坤明 这些主管意识形态的人 生气 你出来走一圈 我不给你报道 我叫你 别人不知道 是吧 那李克强自己主管的 这个中国政府网 那些发出来了 当然 这个网也不敢得罪习近平 也把习近平放在头体 但是你看第二题 里面有视频 有照片 还有文字 那是比较详细的 等到下午或者晚上 新华社不得不发的时候 肯定会删减 删改这个文章 今天这个政府网这篇文章 讲得比较详细 很值得这个译读 仔细看过这里面那些 讲的一些内容 最后给大家看看 这个另一张照片 去座谈会上的照片 你看 李克强在这小时候摆着 摆着摆着摆着 会动着 显得轻松自如 陪同他呢 还有这个肖杰 肖杰是国务院秘书长 他陪同是应该的 深村男陪同的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次见